這歹徒的家屬就還說到 說哎呦身上被打了19槍啊 警方怎麼可以這樣子 哎 你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如果這個歹徒的手槍 他如果說沒卡帶 那是不是今天被警方倒在地上了呢 警方本來就該用強勢的火力 去制服這些歹徒 要不然台灣的自然越來越亂了 嗯 這個案子 因為發生昨天早上9點半 首先呢 觀眾朋友你們要發現 這個時間就是屬於車水馬龍的時候 上班時間 那他發生的地點呢 也是屬於就是在大白天的熱鬧的地區 因為他在哪 他在高雄的美術館豪宅區那邊 而且很巧 離阿扁他們家還滿近的 對 就是你現在看到 這個停車格的位置 就是槍戰發生 好 你現在看到 是好多的這些休旅車 其實那是真房車 對 警察不可能大大大開著黑白斑 黑白的這個車子去啊 那人家歹徒就知道 所以他開的那個是什麼 是我們講真房車 然後他包抄 中間停車格有一台白色的 那個B-Link的休旅車有沒有 他被包抄嘛 X3 這台白色休旅車就是我們現在講的 被擊斃身亡 理性險犯 當時他被警方鎖定行蹤 所駕駛的車輛 好 現在這個畫面是 你看到警察在幫這個歹徒做CPR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警方找過情資 說這個魯仁勒俗的這個歹徒祖賢立仙 在這個停車格 在這個車子裡頭 那他們四輛車一去就把他前後左右 應該講前後左包抄 因為右邊是公園 因為包夾了 包夾之後這部車他沒辦法開出去了 對 那就一包夾之後呢 其實警方就有表明身分 所以你在畫面當中 應該有聽到警察一直講 我們是高雄警方 高雄警方 然後警察有鶴槍 有實彈 也有拿盾牌 因為警察的情資是知道他有槍的 歹徒身上帶槍的 不過他有槍 但他不一定會用 所以如果不用 那但是就 大家就不會最後撥火 可是問題是 就在這個moment 警察靠近表明身分的時候 你才理難做什麼事 他把車窗搖下來 車窗搖下來他亮槍 車窗搖下來亮槍 鋼哥 你想想看你是警察 當時表明身分 突然他這個車窗搖下來 然後亮槍 那就擺明說 他可能會開槍的 他有這個動機 對啊 我想 如果按照一般我們在這個 看到警察和 我們講的民眾之間的盤查 你應該是要 雙手舉高吧 是 對不對 不能亮槍 好啦 結果他亮槍之後呢 警方那時候看到他有槍 所以就 氣氛很對峙囉 他竟然就在這個時候 要開槍 但他開槍的時候他卡彈 所以他卡彈之後 警方那個時候 先有對空明槍 明醫生 對 這個 你剛剛有補充到 那結果 看到槍 警方對空明槍嘛 對 那結果他就 歹徒就開槍 但歹徒開了那一槍 沒有擊發 卡彈了 對 所以呢 他就趕快 他要清槍 把那顆子彈 可以清掉 那顆子彈退堂之後 他可以再擊發 他彈槍有12發 那你這發清掉之後 你至少還有11發吧 是 警察二話不說 就開槍了 從哪邊開 來 從擋風玻璃 從窗戶 然後 打完畢之後 看內部沒有動靜 他們還從後擋風玻璃 看 確定沒有動靜之後 然後就把車門打開 就發現歹徒中槍 然後歹徒中槍之後 就連到剛剛李CPI的畫面 對 好 這個過程喔 你知道嗎 大白天 在阿扁總統家附近 美術館豪宅區 是 你知道那時候 有豪宅的警衛就講 說我聽到的槍聲 一開始以為鞭炮 但後來覺得 這是槍聲啦 哪是鞭炮 馬上嚇了之後 趴下來了 對 那何況是 剛哥 你說這些警察 面臨到他這樣講 而且昨天旁邊的公園 有路人 路人他們聽到槍聲 也都趕快趴到草地上 那這裡面有一個畫面 就是還滿特別的 就有個阿伯 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想說是不是拍片 還悠哉騎腳踏車 阿伯還這麼淡定 這很危險 其實 其實剛剛我比較想講 觀眾朋友 其實說真的 我們一直在討論警察 比方說 前陣子不是有拖掉車事件嗎 是 就我們常常會講說說警察 到底台灣的警察 在什麼樣的時機點 該做出什麼樣的反應 我覺得有的人可能會 要求的很 警察好像必須要 很歸 要必須要很歸縮 要到最後一刻 但有時候 我問你 你要到最後一刻 你才能夠必要使用出武力 你有沒有看過 都已經有多少的鐵路警察 像之前鐵路警察 在這個 李承涵在這列車上面 被那個歹徒 直接用刀子襲擊 對 有些時候警察 他如果說 退縮到最後一刻 他可能自己生命都沒了 那我為什麼要講說 你說真的要 到最後一刻 警方要忍無可忍 才能夠出手 連那個保全都是立即蹲下 你要連警察還要去判斷說 我現在是要開槍 還是不要開槍 這個開槍要哪裡開 才不會傷到歹徒 我覺得有點 這歹徒已經這麼囂張了 他還是個綁匪 他身上還帶了槍械 而且他還十二發子彈 他在當下那時候 幸好是卡彈了 沒卡彈 今天倒在機上是警察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對警察那個執勤的過程 有時候不要要求的 好像把警察 要叫他都是神作為 沒有 我們還是要為警方 這樣的作為 我們要鼓勵他們 本來就是該還擊 警察本來就該這樣子 除暴安良 這就警方該做的事情了 脫掉車 車停為 紅線為庭 要脫你 你要是罵我王八蛋 那個婦人鬧什麼鬧 不是你罵王八蛋 那我當然要逮捕你 當然啊 OK 那你剛剛是不是講到說 這個歹徒 很囂張 開創亮槍對不對 我告訴你 他當時犯下案子的過程 還有拿署款的過程 也很囂張 我今天特別會想講 因為我覺得 這真的是 好像如同那種 我們講的電影情景 你說像好萊塢電影一般 這李楠 生前 他犯下的 辱人勒署案 原因動機是什麼 我跟各位講 其實他本身呢 就有很多前科 他又吸毒 他進出監獄許多次 對 你知道他當時犯案的時候 他才剛 或就我們講保釋 他被羈押被保釋 為什麼毒品案 這麼多啊 那結果後來他又因為販毒 被判了八年多 所以他已經即將要入獄服刑囉 所以這個時候他缺錢買毒 他又即將入獄服刑 你試試他你會怎樣 他就二象膽邊身啊 心意狠想說做一條大的 他當時掳走了這個年輕的富商喔 他是在1月24號 然後在半夜3點多 他埋伏在一間按摩館 SPA按摩館 然後看到那富商出現 就把他直接三個人拿槍 把他抵著上車 上車之後呢 車子就開始在嘉義的 鋪子開始繞 他繞去哪呢 應該要繞荒郊野外吧 對啊 沒有人最好 那最安全的啊 你不會有監視器拍到 你會不會繞去法院啊 當然不會 白癡才繞去法院吧 他繞去法院 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好恐怖喔 這歹徒的 還真的是夠膽大的 膽大 他繞去哪 他繞去鋪子 國民黨家縣黨部 車上有槍 有錢科 車上還有肉票 跑去嘉義縣黨部 再繞到嘉義縣議會 再跑到嘉義縣政府 對面什麼 法院 郵局 環保局 衛生局 國稅局 消防局 他在這裡耶 幹嘛 喂 你們 兒子啊 在我手上啊 三千萬 不然 就是直著進來 橫著出去啦 恐怖喔 直接我所 三千萬台幣 對 那時候是半夜三點多 家屬九十分鐘之內 把錢籌到 用麻袋裝 沒有報警 然後結果 我可以理解啦 因為有時候在這種情形下 一定是先希望 平安或是 平安過來 對 然後約在哪兒交錢 歹徒就說交錢喔 不用交錢啦 你放下去就好 啊 放哪裡 放哪裡 荒郊野外對不對 對啊 墓園好不好 沒啊沒啊 沒啊沒嘛 對 沒有 放監理站 監理站 這也市中心耶 對啊 人多的地方耶 然後他再去取 來 取走的時候是多少 五點多 兩個小時 三千萬 落袋 你不覺得 速度快 不是 我跑這位新聞這麼久 我沒有看過這樣了 而且 都精算過 有沒有注意到 整個 繞的路線 全部都在市區 那你記不記得 當初知名的企業家 他被綁 然後他的太太 夫人 是知名的隱姓 對 當時去繳款 都還要什麼 高速公路 路肩 然後怎麼樣 對不對 都是一些比較 沒有什麼人煙 荒涼的地方 或是不好追的地方 不是耶 看到了 我就告訴你 你知道當初 他要綁這肉票 你有什麼樣 隨機起義 零時起義 你說剛好什麼 什麼餐廳門口看到 或哪裡看到 就跟上嗎 看到就覺得他有錢 就覺得他有這實力 九十分鐘愁 三千萬 早就有計畫的 這案子 他綁了那個肉票 2019年剛結婚 他本身家就富有 然後他又是 自己有在投資 網路博弈事業 你看當初他結婚 最近出的錢的量很大 現金 對不對 有金流 好啦 你看他當初結婚 灌溉雲集 尤其 那藝人 你看一百一十桌 然後那個藝人 光場地準備花兩週 我說的是被害人 然後你看當時他婚宴 這個場子的規模 比這個嘉義市政府辦的活動 還更大 人家有這實力 然後當時結婚的 那個藝人的陣仗 大家自己看一下 好像辦音樂會一樣 對 好像辦演唱會 不知道人還以為是嘉義市政府在辦活動 大家都知道有這個婚宴 大家都知道地方有這個文人 所以大家都知道說 他們的家裡的底很厚 所以剛剛歹徒也知道了 被擊斃的歹徒也知道啊 你知道他怎麼做嗎 他怎麼做呢 他就在肉票家附近租一個房子 然後開始監視 就進監控 監視肉票耶 我就可以知道你平常進出的時間點了 結果就發現 他有時候回去那間18館按摩 然後就去 就回到1月24號 然後再把他車上裝了GPS 還裝GPS 所以相對的你的車子移動的軌跡 跟路線和方向 我全部瞭若執掌 我知道你什麼時候會出沒在什麼地方了 觀眾朋友 我們講這個 我是真的覺得大家引以為見 這代表什麼 有人在注意他了 就我要提起他小心 他還跑去他的車下面 這是什麼樣的絕命毒屍嗎 就直接這樣子來給他裝個GPS 那不是等於要做這個動作嗎 對 我覺得好恐怖 這發生在台灣耶 好 然後結果 就綁了嘛 就回到我剛才講綁了 綁了之後呢 你是肉票 那你要不要報警 要啊 沒報警 他都要報復啊 我坦白講 那心裡很恐懼很憂鬱 所以錢付了 肉票獲釋了 但是這件事情警方不知道 可是道上有傳啊 道上已經開始傳開來 所以警方的時候就有耳聞囉 就隔二三天到2月15號才報警 那警察報警之後 馬上組專案小組 還有刑事局難打中心 總共100多個專案小組 可是那時候他們報警的時候 好像報出去的那個 付出去的贖金金額數字 比實際的要少 對 好 那其實不管怎麼樣 到底是3000萬 還是300萬 那我認為啦 是不是也許啊 就以我們跑社會新聞的角度來看 警察問我我就說300嘛 講少一點 對 這件事看是不是 歧視泥人 之類的啦 能夠平安就好 我可以理解被害者為什麼會這樣想 對 可是警察不能這樣子啊 你只能不能當作不知道啊 所以就回到專案小組了 南打加 南高雄警方 南不達集中心 對 100多個專案小組100多人 然後就掌握起資 掌握車格 停啦 嫌犯在那就去了 好 原因 想要蓋你票打的 你知道自己讓我想到 這個案子讓我想到自己一個經驗 范哥我跟你聊 我以前在新北市 跑社會新聞 那那時候全新北市各個警局 我都都是我的跑俠的 跑的範圍 有一次我那時候在板橋 然後跟刑警隊 那時候我們是叫台北陷警局刑警隊 但是現在不是叫 現在叫新北市警察局 然後刑警大隊 那時候叫刑警隊 然後就跟一個小隊 那天我去刑警隊的時候 我就問說最近有沒有什麼案子 就那小隊長就說 最近喔 還好啦 不過小隊長 我等一下帶你去吃日本料理 那時候是大夜 就晚上半夜的時候 半夜吃日本料理 對 因為那邊有個夜市 那家日本料理 大概會開到C12點 一點都還營業 我就說 好啊小隊長 我吃宵夜OK啊 帶你攝影機就拿著 吃宵夜幹嘛帶你攝影機去啊 他講我就帶嘛 我帶你攝影機 跟他還有隊員 然後就去到日本料理店 然後一進去的時候呢 就做了一桌 然後我就拿了Menu 我就很開心想要點菜 就那他的小隊長嘛 然後旁邊的隊員 然後就這樣 你還真的點菜 拍一下 什麼意思 他就拍我 然後說你還真的點菜 為什麼不對嗎 不叫我 日本料理的 繼續不是吃東西 要不然進去做什麼 對啊 他說你還真點菜喔 然後我說啊 不對嗎 我就看一下小隊長 小隊長就 那小隊長人其實很nice 小隊長就 溫和的對我笑一下 沒關係 你們坐 他就站起來了 小隊長就一個人站起來 然後呢 我先講喔 我們是來吃日本料理的嘛 所以他既沒有穿防彈衣 他也沒有什麼槍拿在手上 還是幹嘛的 他就往一個包間走去 然後往到包間走去 他就直接走過去 然後就把包間門打開 然後打開的時候 哎唷 那麼巧 你們都在這喔 然後他一講話 那些幹員就站起來了 就站起來 然後就走過去 等於說他們不是一起走去 他是等小隊長走過去 把門打開的時候 他們才站起來走過去喔 然後這時候我就想說 那我也去看一下怎麼回事 就過去 就一直走進去 裡面全部都是一些標形大漢 李平頭 看起來來者不散的人坐在那 手上的人坐在那邊吃東西 我認為就是 好 然後那些人表情都超尷尬的 那些人坐在那邊就這樣 我示範一下 他表情都這樣 然後小隊長就走過去 我真的一定要示範 比方說這位 你坐著你坐著 大哥大哥坐 比方說就是這個平頭的 然後他的表情 你要露出很尷尬的表情 哎呀 怎麼在這裡遇到你呢 鋼哥 這樣子 好 然後結果他說 來小江 鋼哥啊 認不認識 好 我就 我拿攝影機 他還叫我拍 我就拍 然後走過來 我就想說認識嘛 嘿鋼哥 那因為小隊長站著嘛 所以我要走過去那邊 我就走一下 我走過去 鋼哥 鋼哥 我就發現鋼哥後面有一把槍 你說後面藏著槍 不是藏著槍 他根本就插著槍在他背後 那你小隊長是什麼回事 我問你槍子有兩種 一種是有牌的 一種是無牌的 有牌的是警察的 無牌的 黑道 我那時候就是一頭霧水 請問這位小隊長叫 但是他不叫他鋼哥 我是舉例 請問這位背後插著槍的 這個平頭男是小隊長的學長呢 同僚呢 同事呢 還是他是大哥 這都要我事後才會知道啊 我現在是倒敘法告訴你 他是大哥 黑道大哥 他不是什麼同僚什麼的嘛 所以背後那把槍是黑的 沒有牌的槍 對啊 我那時候不知道啊 然後結果小隊長 我就 我就 我還傻乎乎的跟小隊長 死眼的時候 就這樣 一直說那邊有一把槍這樣子 小隊長根本當作好像沒 從耳不聞 然後他又跑去旁邊 又跟另外一個說 比方說這位叫博哥 博哥好久不見啊 不過他到博哥這邊 就沒有那麼nice了 博哥好久不見啊 身分證我看一下 那我這時候就知道 這絕對不是你同事了嘛 同僚了嘛對不對 那怎麼會叫身分證我看一下 這個氣氛跟場合 我的拿手機在拍的 那隻手就開始抖了 攝影機在抖了 小隊長還是依然 飄悍的站在那 沒穿旁衣 萬一一個不小心 搞不好噴紙就出來了 好不囉嗦 這時候小隊長就直接 進入重點 幹員都在旁邊 但幹員都是這樣 應該知道就這樣 我知道大家可能會說 這符合SOP嗎 有時候有些刑警在辦案 沒有你們想像中有什麼S不SOP 因為每個環境 每個場景都是截然不同的 對啦 我們不要去討論什麼S不SOP 反正我就把我當時看到 就這樣就對了 小隊長就講 他很溫和 還是很com down的跟他講說 身分證不拿出來是吧 沒關係 我現在走出去 你們就兩個選擇 一 大幹一場 二 讓我靠回去 然後小隊長就走了 幹員也走了 然後小隊長就這樣 然後大家幹員就 然後我就一頭 我是最一頭污水的 你也跟著出去了 就出包間 然後我們就坐回 我們自己的位置 小隊長說點菜啊 我說哪有點菜 你還點得下去啊 包間盤打開了 隊長 走你回去了 回去心理隊 就免除了一場槍戰 可是我告訴你 我覺得剛剛我講的 那整個過程 讓我覺得精力 比精力真正的爭槍 實戰槍戰還可怕 因為我更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開槍 我還不曉得 他就是黑道 還跟他站那麼近 我就站他旁邊